孙女儿板栗将来通知你们 未定事件部的个人线终于更新了 大概是因为最近新闻联播刚刚完结 未定不忍心看我们太过张草吧 未定真是一个善良的游戏呢 咳咳不皮了不皮了 就冲着本次未定事件部个人线更新 让我这个身经百难的老司机 都感到了脸红心跳ドキドキ 他再怎么挤牙膏我也认了 本次个人线感情分析 我们就先从承包了我一年笑点的佐燃开始 这年头除了假酒不能随便喝 假书也不能随便看啊 不然看了假书也会发挥出喝了假酒的功效 这一波啊 这一波是墨艺计划通啊 佐燃这一波骚操作 尬到我九指原地抠出一座 卫宁市外加提瓦特大陆 我真想代替成成高歌一曲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却视而不见 佐律实力诠释了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恭喜佐燃靠着这一句不好笑吗 喜摘年度笑话桂冠 笑都给我笑 请大家配合配合把哈哈哈哈打在宫屏上 佐燃本次个人线的卓越表现 再一次诠释了什么叫做爹系男友 又会哄老婆又会疼孩子 动不动就来个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必踪 让我直呼 下一次请不要用手舞女主的嘴了 直接用嘴堵住她支离破碎的声音不好吗 这暧昧的姿势为什么给我看出了一股 霸走密室50度灰强制爱的感觉 这一波公开表白 也让我直接快进到公开求婚 而女主对于佐燃的越界主动 居然习惯性觉得 只要是对方就没问题 而在佐燃线的结尾 继之前一步之遥里的连击做梦之后 二人再次耍出了连击睡觉的风骚新玩法 听着彼此的呼吸入睡什么的 这是什么样的热恋期 小青鲁的黏呼呼play啊 我一人血书求你们把连击睡觉 线上转线下好吧 顺便我还想小小的吐槽一下 难道在未定事件部里 年纪越小套路越深吗 前有悠悠一马当仙夺出吻 后有萝莉花样撒娇球哄睡 未定的几位主角们 你们看看人家 你们再看看你自己 能不能向别人学习一下 未定事件部里的正态和萝莉 实力诠释了什么叫 别人家的孩子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熟男组的另一位选手表现如何 本次墨一个人线 简单概括起来就是 墨一疯狂直球 女主疯狂闪避 让我不禁感慨 如果未定和原神联动了 女主的这一波闪避技能 闪避应该很好用吧 说到墨一的直球 那可真是太古了太古了 墨美人这一步一步的勾引 看到我一秒爬回她的墙头 尤其是这无比暧昧的 手把手背后抱 你们发现了吗 墨一对于背后抱这个姿势 情有独钟 是不是说明 在某些特殊的场合 她也会选择使用这种姿势呢 但后来 我用我所剩无几的塑料纹学工笔 仔细琢磨了一下这句话 万万没想到 女主和墨一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夹带似火 这句空气寂静 树林沉默 分明就是栽子 罗伯特伯来的诗选 整段的内容如下 从正经文学人的角度来看 这首诗是不是也是在暗示女主 至于墨一 就像是滋润了黑暗低窝深处的甘霖吗 而从不正经的老色漆的视角 总觉得这首歌好像有点 嗯 奇奇怪怪 我收回我的黄色眼镜 不论如何 女主和墨一共选的这一句 紧跟着的就是 惊艳 我爱你 这个梗就跟月色真美一样 我四舍五入 他俩明明就是在双向告白 而墨一这一波赤裸裸的公开表白 甚至让我怀疑他在跟左绿打泪台下 左然和墨一都打头正了 小陆总你什么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 夏宴你什么时候申请军婚 请大家把搞快点打在宫庆上 墨一这个古王一般的男人 靠着每次都能把我从爬枪边缘拉回来的魔力 稳稳坐在了我的正宫宝座上 如果说看其他男人的个人线 像是看电视连续剧 那么墨一的个人线 则让我真实体会到了心理传大电影的张力 也让我对墨一这个迷一样的男人生起了浓浓的叹周语 男人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墨一本次的个人线就像他的约会一样 信息量巨大 光是一个魏斯明透露出的信息都够我喝一壶了 魏斯明说自己跟墨一很像 说明他们经历过十分类似的过往 魏斯明是被家族所抛弃的人 在贵族学校备受欺凌 但是通过反过来操控其他人的命运 魏斯明不断向着他所谓的食物链上方爬去 却永远也无法获得任何真心的感情 他所谓的食物链的顶端 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呢 他那因胆小而衍生出的对一切事物的控制欲 终究会让他握得越紧 露得越多 而墨一身为贵族与平民的混血 或许正是因为血统的不完美 让他被太过于苛求过 最终导致他将追求外在的完美 变成了纸面 早在墨一的SR约会肃心当中 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一般他最深的心魔 但墨一选择将自己的黑暗面封锁 他口中称自己为上位者 正是他以自己的学识为武器 堂堂正正迎来的在他人心中的地位 心理学是一把双刃剑 只有使用者才能决定起正邪优劣 表面上看起来 魏斯明走向的正是墨一的反面 但谁又知道 如果没有女主的存在 墨一最终是否也会被他的心魔所吞噬呢 其实墨一线的隐藏刀 只要你有一双被 你会有发刀场锤炼过的火眼睛睛 简直是随处可见 墨一虽然没有像魏斯明那样 在对女主实施情感上的控制 而是一直告诉女主 她会静静等待女主的回应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 她一直在隐隐地控制女主成长的节奏 本次个人线让女主一人面对王晨 再次明示了墨一的培养法则 她习惯于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 审视这个世界 之所以没有展现出强烈的控制欲 恰恰是因为她极度自信于一切 不会脱离自己的预判 然而一切真的会完全如墨一所愿吗 无论是直迟远近里 朱曼表示墨一会跌入尘埃 还是这次个人线里 魏斯明表示墨一以后会回来求她 还是严谨官暗示墨一总有一天会玩拖 都让我预感或许终有一天 墨一会因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 尽管墨一言之早早要走向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我总有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即时感 但是怎么办呢 我为什么这么期待墨一翻车的那一天呢 对着女主追悔莫及 追击火荡场的剧情 光是想想就觉得想的不行 姐妹们就问你们想看不想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次的少年组的MVP小鹿总 如果说本次情人节约会是左然的弯道超车 那么本次个人线就是小鹿总的全盘胜利 一个突如其来的拥抱 一声耳边低雅的姐姐 姐姐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是你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我就当你默认了 姐姐 你以后 可不许返回 这谁受得住啊 这个男人要什么姐姐都给你 这男女二人心照不宣的画面 这不就是在双向表白实锤吗 再加上个人线结尾公公的经验出场 如果这就是小鹿总长大以后的样子 我真的太可以了 另外公公这句话真是让人浮想连天啊 这句话的后半句莫非是 想想你哥是怎么来的吧 小鹿总你赶紧向你爹学学怎么上磊啊 快点有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啊 在看完这一次的小鹿总个人线之后 我不得不又一次想要疯狂彩虹气一下 迷糊又超强的人物刻画能力 在传统的影视作品和小说里 总裁往往被刻画成传统成功熟男的形象 在令人向往的同时却也伴随着距离感 仿佛只是一个虚幻的符号 但是小鹿总的刻画打破了许多的约定俗成 让他的形象如此丰富立体 仿佛马上就会从游戏中走出来一样 小鹿总身上那股经历了所有的人生残酷 却依然怀有一颗赤诚之心的气质 就是他最打动我的一点 他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他的家人 哪怕抹黑自己的名声 哪怕热爱艺术的他 要用自己稚嫩的肩膀 扛起对他来说过于沉重的责任 哪怕经历再多背叛 哪怕经历再多阻碍 他虽然会迷茫会疑惑 但他从未忘记他的出行 他也终于明白 只有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才有资格去守护他所爱的一切 他为人处世间透露出的 不符合这个年纪的成熟 知事故而不是故 甚至让我在犹豫 迷茫难过时想起他 也能坚定自己的初心 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再加上 他妈只有在面对你时 才偶尔露出的脆弱 试探底线的撒娇 充满深情的告白 莫义 你别拽我了 我只是想和你的学生 好好深入沟通一下而已 不爬了不爬了 在最后我们来唠唠夏宴线 不知道各位姐妹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 每次看夏宴和女主的学霸过招 反而大脑持续掉线 你们俩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是学渣就不会谈恋爱了吗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就我一个人跟不上 他们推理的节奏吧 不过 这并不耽误我缠夏宴身子啊 现场变装咬手套什么的 简直太古了 太古了 我直呼咬什么手套 咬我啊 尤其是这一段 对于夏宴武力免压的描写 我一人学书出插土 夏宴横起来的一面箭直 A爆了 最后的黑花眼神 过于带感 请大家把名神 永远的神 打在宫心上 超级期待未来 出一张夏宴保护女主 英雄就美的约会 出几张夏宴特攻干架的卡面 我绝对可爆 本次夏宴性最大的笑点 在于看 在女主面前无法撒谎的夏宴 一步一步被逼上绝路 夏宴 你疯狂帮斯芬克斯 填坑的样子 真的很狼狈 而本次感情线的最大看点 则在于看着他们 把小时候做过的事情 在长大后再做一遍 我就想说 既然你们从小到大 都是这么相处的 就什么都不算越界 那就赶紧把共同泡澡 同床共枕安排上啊 仅仅只是同居 这才拿到哪 夏宴这个男人 简直太对劲了 能不能向杨孝 学习一下不对劲一点 在你单独向女主 释放高级技能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哦 其实本次夏宴线 女主在夏宴床上 被她的味道包裹着入睡 已经让我非常心动了 你们想想看 就知道这件事有多刺激 到女主过几天离开后 就要变成夏宴闻着 女主的味道入睡了 被深爱的女孩包裹住的感觉 不知道夏宴这个 憋了这么多年的男人 是否还能把持得住呢 我是一篇如洗 凡绿讲 长期更新 已有杂谈 欢迎关注哦 我们下期